那換句話說 譬如你澳洲讀完中學回來香港 選港男都不是你的意願了 羅天宇 我就是回來之後學了一段跳舞 學了跳一下 即是那時流行hip hop 韓團的時候 然後學一下拉丁 這些機緣巧合就遇到做舞蹈員 上了去湖南衛士 認識了TVB的人員 因為我的跳舞老師跟他們的製作人熟 就說接下來港男 她懂得跳舞 不如問她有沒有興趣 一起玩 然後老師就跟我媽媽說 我媽媽就直接幫我遞了課 基本上都沒有問過 沒有得到我同意 你想不想參加 如果回帶回去 當年要選擇參加的時候 其實我是一個很聽媽媽的話的小朋友 所以我經常都覺得 她難道想我死嗎 她當然想我好 而且自己都知道自己是比較內向 試一下吧 當是讓自己訓練一下也好 讓自己一個人出發一點也好 將來入社會也需要 試一下表現一下自己 是這樣的心態入行 但是當時 每個人都說港男 男人老狗 穿了一條三角泳褲上台 會很尷尬 你會不會呢 羅天宇 我超級尷尬 因為我從小到大 我是有個流斗胸 不知道有沒有聽過 即是這裡的胸骨是凹了下去 是的 骨是凹了下去 她是有手術做的 就是prefer在19歲之前做 但是我參選的時候已經21歲 從小到大 小的時候 我有一個心理陰影 即是我在別人面前脫衣服 被人笑過一次 接著就從此很害怕 即是有一個休息的感覺 很想回到媽媽身邊 很小的時候已經有這種心理陰影 去到大了就慢慢克服 去到其實上台那一刻都有一點點在 但是你那時候怎樣去衝破關頭 你也是練一些肌肉 盡量 都練不到一些 因為差太遠了 那塊骨是太遠了 所以自己就盡量做健身 盡量做平衡一點 但是外觀上都是看到很大的分別 自己在自信上當然會受影響 然後自己也都很自卑 因為旁邊那些 哇 這麼大隻 六九幅 是啊 哇 身形挺漂亮 然後我這樣走去選港男 所以自己是 真的逼自己逼得很厲害 真是鼓起這個很大的勇氣去參選 好 但是羅天宇你之前都說過 你又沒有自信的人 你最初又不是想入這行 但是你最初從TVB一進去的時候 你都未知道自己喜歡演戲 對嗎 沒有的 真的 進去港男是真是課分 還有是訓練自己的 但是你去到哪一個階段 你覺得其實這行真的是我的興趣 其實入了俄維加之後 有時候會遇到一些場口 或者一些劇情 是自己覺得 哇 看劇本的時候 都覺得很搞笑 很棒 然後到自己真的拍到那種感覺出來的時候 那個滿足感突然間叮一聲來了 就覺得 哇 原來是這樣的 是那一刻才發現 其實是算遲的 因為那時候都25、26、27 所以那時候是第一次享受演戲 找到那種滿足感 那有沒有譬如其他前輩 因為其實你也要混混惡惡一段日子 之前 也會碰一個釘子 但是你會很感激有些人去包容你 其實跳到生命線的時候 已經是很感恩 感恩到不得了 因為一個這麼內向 這麼沒有自信的人 但是對方告訴你 你可以的 誰呢 就是監製 編審都覺得 你可以的 給我信心 然後到我真的拍完那一堆戲 有一兩場 他們很重視那兩場戲 其實我們開過幾次會 然後也針對性的 可能唯獨了幾次 就是希望那幾場出來的感覺 是捉到觀眾的感覺 然後我真的拍完他們後期看片 剪片的時候 然後我很記得他打來 那時候我在開包青天 他打來問有沒有空說兩句 他說我剛剛看了你 你真的很好 那一場戲做得 你真的好 那些對白掌握得很好 真的很透入 完全是做到 我寫出來的感覺 他是淺取貞小姐 他就編審 我收到電話 我馬上流了兩滴眼淚 原來自己做的事 是有人看到 是有人得到這些肯定 但是我的肯定 或者我的自信 是很薄弱 很弱的 他那兩下說完之後 我就覺得 咦 我真的是一個演員 我真的聽到這些戲 然後可能那一陣子 可能兩三個月沒什麼做 我又 自信心就掉下去 所以要保持 保持這團火 是的 可能得到觀眾的認同 觀眾可能留一些評論 去鼓勵性的說話 我又再建立一些 所以 希望自己可以保持這團火 那你媽媽 你最初聽媽媽入行 他怎麼看著你這13年的發展 他 他滿不滿意 我想這一刻 叫做 滿意一下 尤其是去年 你候選五強的最佳男主角 是不是 他 我想 因為可能 經濟上 他都會想我 再好一點 或者我自己都希望可以 真的可以照顧到他 因為他年紀都很大 嗯 他退休了嗎 他還沒有退休 但是 為了你繼續奮鬥 也很大 是的 我最希望就是可以 真的買到一個地方 大家 住下去不用交租 然後可以真的照顧 最開心就是 你跟他說一句 媽媽你不要做了 我養你了 嘩 如果我講到這句話 真是不得了 因為 他曾經也都說過一句話 他說 他說 兒子 你快點紅 我如果不是 你到時紅了 我都沒有命響 嘩 嘩 說這種話 我心裡很誇張 然後 所以 對 自己現在 奮鬥 現在努力的 其中一個目標 就是可以照顧到他 很多人都會覺得羅天宇 那些女朋友全部都是女神吸引物 你覺得你自己有什麼優點可以吸引到這麼多美女 我都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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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不不 因為首先 做得這行的 外表上都應該可以的 其實 你都覺得自己是英俊嗎 總之我跟 隨便一個 都會說是女神 所以 這個是 亦都控制不到 我自己都 會想 會不會 可能跟圈外的朋友會好一點呢 但是 暫時都未遇到 亦都很難去控制這件事 你有沒有試過被女生主動追求過的 羅天宇 都有的 即是圈內的都試過 都有的 你是主動追求多還是被追求多 我想是 雙方一起多 很多時候 因為我是一些很難去進攻的人 我是覺得她對我都有興趣 我才會去 大家試一下 聊一下 這樣 所以 我又很少 雙方吸引 對 雙方 那你 飛人多還是你被飛多 我想兩樣差不多 嗯 很多時候都是因為 大家 爭吵 因為情侶之間 一定有爭吵 或者摩擦 但是 我想 大家都是 多數都是大家坐下 聊 是不是真的 真的不合 應該繼續在一起 或者大家可能分開一下 看看將來再怎樣 因為可能時間也好 或者現時這一刻大家 沒有辦法再走下去 大家都是 聊去做這件事 沒有說 突然之間 飛那隻 嗯 但是 現在看回 你之前的女朋友 每個人都有 很穩定的另一半的時候 你們 你會不會等對方怎樣 都會等 都會 都會 很幸福的 想對方 也都 有時候會 會 爭吵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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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再努力 都會有這些 換句話說 當時 你覺得 或者大家 雙方協議分手的時候 你都覺得 你自己的成就 不夠好 有沒有可能是這樣 都有這方面的問題 自己都會想自己 各方面都是 其實 成熟一點也好 各方面都 需要成熟一點 一圈圈星光背後 有我 羅天宇 想聽竹本訪問 立即上881903.com 節目重溫